工作人員加緊趕工 搭起舞台設備 天團五月天 這週末就要到花蓮公益演唱 但現在卻可能碰上颱風侵襲 是否會延期還是要等待主辦單位宣布 目前舞台依舊繼續搭建 不過會先將布幕或是可能被催落的設施 暫停架設 也會加強結構捆綁 避免東西掉落 呂書妍目前也收到歌迷打電話 關心訂房狀況 業者表示目前訂房率都還有六成 推定率並不高 如果到時候真的颱風即將登陸 那我們所有的花蓮旅館 也會依照定型化契約的規定 這個只要發布陸上警報 一律免費取消 或者是也歡迎大家能夠保留 定金延期做使用 另外在基隆部分 就話上回颱風山陀兒帶來的災害 再次重演 今天一早市府已經在市區 低窪路段進駐大型抽水機 測試抽水已被不時之需 環保局也持續加派清潔人員 進行清淤 而在宜蘭也有民眾 趕緊修繕屋定鐵皮 快速趕工 希望能在颱風來臨前趕緊完工 至於台東綠島藍雨 交通也有異動 在台東往返綠島的船班 從今天下午1點半以後 以及29號到31號船班全面取消 藍雨航線29號到31號 也都是沒有船班的 在富岡渝港後船市 工作人員就怕東西被吹走 一定先把椅子放進屋內 面對康瑞颱風可能清洗台灣 各地民眾也紛紛做好防台工作 在電路上 也紛紛做好防台工作 會中芬 所以將這裡 火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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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独